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戴萌兔 今天晚上要来和大家一起组装一下的模型 是万代在5月18日推出的一款H级系列的产品 来自于全金属狂哨第四季当中的一台机体M9D Faruke 这一台机体其实不单单是在第四季 在之前的几季也有过登场 出来的时候小伙伴们对这台机体可以说是非常的喜欢 人气可以说是完全不亚于强奴 而且想要把这一台机体模型化的呼声也是非常之高 包括萌兔也是相当之期待 那么如今万代终于是让我们如愿了 推出了今天这样的一款H级的产品 官方定价是税前3400日元 因为当中会包含不少缴穿的版权费 所以说相较于一般性的H级的高达产品来说 会稍微贵上一些的 话不多说,让我们直接打开包装 先开盒带之后就看到了所有的板件 那么之前那几款M9的产品 其实分色就已经是非常之棒了 那么今天这款M9D的话肯定会更加的理想 因为身上的颜色会更少 基本上就是以黑色和灰色为主 没有任何的第三个颜色了 贴纸数量的话也并不是很多 只有一个眼睛一个裆部 以及他的这个 这应该是他肩 手上也不知道哪里的 忘了,具体忘了 反正贴纸只有4块,非常的少 这个板件的内容 80%是和M9相同的 和M9唯一有区别的地方 是在他的头部,肩部,他的腿部 还有会多出几把武器 会多出一把尼布尔弯刀 还有一把原创的一个枪 是这一次海老船歼5 特意为这一次产品 所全新设计的一个武器 然后在翻开说明书的第一页 看到板件图上 可以看到本款产品 这个板件的体积非常的小 总共是会有19块的板件 但是在这个板件图上 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大差 那也就是说这款产品 其实和之前的M9会有很多 共通的零件 只是改了一小部分的小零件而已 那经常会有小伙伴 说他装完了这个模型之后 会多出来很多这种小零件 该如何处理 那么多出来的零件 其实就是说明书上打叉的零件 这都是和以往的旧模的 一个共通的零件 其实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装完了之后不要可以扔掉 如果想要留个纪念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 反正怎么开心怎么来吧 那至于这些板件 其实就是乌奇马K的一大块 和以往的M9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那我们也就废话不多 直接进入品装的过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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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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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